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今天领了薪水 交了房租水电 买了这个米 油 还有泡面 买了泡面 摸摸口袋 感叹一声 这个月的工资真是白领 这个段子多少有些冷幽默 不过也道出了一部分人对白领诙谐的定义 真正的白领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才能称得上白领呢 现在网上出了一个新标准 大伙来看看 好多人觉得这标准高了 网友给2012中国的新白领列出了十项标准 其中包括月薪2万以上 坚持健身和运动至少有两居室 有15万元左右的代步车 有固定的朋友圈子 工作不局限于在办公室完成 工作远程化是未来趋势 工作朝九晚五 有足够的闲暇时间 有独特的娱乐方式 重视低碳生活 有钟爱的时尚品牌 看着这些标准 您能达到几项啊 有位在大型私企工作的武汉网友就表示 这完全属于CEO的标准吧 如果以此为标准 那武汉就没几个白领了 而一位在深圳IT行业工作的网友 却认为标准并不很苛刻 在他身边很多人都基本达标了 不算是高标准 另外一位从事设计师行业的网友也认为 在一个不错的公司里做经理 以上的级别就可以达到了 虽然难以达到 但是可以作为奋斗目标也很好啊 可是多数人表示自己很难达到标准 此外还有一些恶搞标准的网友 在每个标准前加上相应的条件 月薪两万以上 但是单位是日元 坚持健身和运动 不过做的是体力劳动 至少有两居士 但是地点在老家 至于有15万元左右的代步车 那就是地铁好了 有固定的朋友圈子 那就是网友了 至于工作不局限于在办公室完成 那就回家了继续干活 工作朝九晚五 指的是不同时区的朝九晚五吧 有独特的娱乐方式 加班 重视低碳生活 咱家连自驾车都买不起 有钟爱的时尚品牌 那就淘宝上的山寨品牌好了 新门夜总会的看法是 这十大标准合不合理 我们不管 但是从这个标准里 我们发现人们的生活水平 真的是提高了 更感受到了人们对生活品质 不断提升的期盼 这画面真刺激人 我的很多同事都说 第一条月薪两万就灭掉了很多 自以为是白领的白领